画面上可以看到药中店上方二楼 全面陷入火海 小熊大火非常猛烈不断窜出 下方人员到场也立即步水线 洒水灌旧 可以看到大火弟兄分头进行洒水救援 火事人相当凶猛 蓝紫色火焰不断从窗户窜出 大火就发生在台北市中山区松张路上 已经拥有40年历史的 二楼蒙古烤肉餐厅糖工 昨天深夜11点半左右 突然起火燃烧 由于火事实在太大 现场警销人员也赶紧升起云梯车 从高空砸水灭火 根据了解这间起火的吃到饱 蒙古烤肉餐厅在当地相当知名 临近捷运行天公站 深受民众喜爱 而餐厅上方三楼以上大堆 有办公用途场所 警销人员也紧急进入搜索 一共疏散20位民众 索性都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大火也一路从排风管 延烧到顶楼 因此可以看到 二楼火势稍稍扑灭控制时 顶楼橘红色火光仍非常明显 出库现场燃烧面积约100平 不过怎么会起火燃烧 店家表示 10点打烊离开时 店内并没有异状 详细起火原因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理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